大家好,今天想教大家用紙巾 来简单地画一幅关于天空的画 天空的云看上去都很自然 而且当中用到的技巧都很容易掌握 适合10-12岁的小孩 材料有十一样东西 都很容易在家中找到 有箭桌子,画纸,水彩颜料,调色盘,杯,皂纹膠纸,纸巾,水彩画笔,针笔,圆笔,拆胶 首先我们在画纸的四边贴上皂纹膠纸固定 然后我们就用圆笔建稿 今次草稿的线条要比较深 因为我们要上了水彩之后 要再用针笔去加深它的线条 今次我会画的 是一个山连接天空的景象 在画纸底部的四分一的位置 画一条有少少起伏的线条 就是山的顶部 在上面画一两支的电蓝和蓝线出来 每一条蓝线的弯度 可以有少少变化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 画的时候可以塗一些电蓝的图片 来做参考 接着我们就准备一些 蔚蓝色的水彩颜料 画个天空 如果同样都没有蔚蓝色的颜料 其实都可以用深蓝色和加些白色 去混合出来 今次我们就需要一些比较浓一点的颜色 所以颜料和水的比例 大概就是6比4的 之后就在画纸掃一层很薄的水 接着就由上至下和左至右掃一些颜料 就不用沾很多次颜料 你沾一两次就可以掃整个画面了 因为太多水都会影响到效果 接着我们就趁水尾缸 就立刻用紙巾出来 印走颜料 就将云印出来 用紙巾印到颜料的时候 其实都有些技巧要注意 可以捏紙巾 来做云的大概形状 接着就将紙巾放松 轻轻地在云的四边印出不规则 或者四散的样子 这个过程就可能需要少少练习 不过小朋友很快都可以掌握到 握放的技巧 而且做出来的云也很像真 需要注意的是 画纸要有少少的湿润度 才可以将颜料印走 所以当你掃好天空之后 要趁它尾缸 就要立刻印出云 接着我们就要用黑色的水彩 去游回下面生的部分 我们就需要一些比较实在的黑色 即是比较浓的黑色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加任何水 直接将水彩颜料擠出来掃开 这样就可以了 等水彩都干了之后 就可以用针笔 将电线缸 将蓝线的颜色加深 这个时候手要定 才可以好好地勾纳草稿的线条出来 之后在山顶上加些小草 在山顶部 加些很短很小的线条 一条一条一条地画出来 最后就撕走皱纹膠纸 和清醒你的名字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分享一下 也可以到我们 Art Blossom的网站去参观 我们将会有更多影片 拜拜 拜拜